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大片的沙坑是小朋友热爱的游戏区 不过却有民众发现 有一大把图钉被人放置在沙坑上 引起了家长恐慌 在社群贴文提醒 安乐区长简易泽 第一时间赶往公园了解 峰之警方到场拉起封锁线 最后确认这一把图钉 是一位小朋友恶作剧 索性及时发现没有人受伤 后来经查是一个名学生 他在游户湾的途中 把图钉置放在该处 另外我们也会通知学校跟教育处 针对该名学生多家的教导 另外针对家长的部分 也会请学校转职 请警方学校转职 并做一个加强督导的职责 109年完工启用的四围公园 不仅假日人潮多 平常跟着小朋友下课游戏场所 虽然图钉事件是第一次发生 而里长也反映 不少市主经常带着爱犬 来沙坑玩耍 却留下宠物的排泄物 也让维护环境的志工相当困扰 里办公处的志工也非常的尽力在维护这边 可是这里的维护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 我想说在这里呼吁大家 就是可能你的爱狗 狗狗千万也不要在沙坑里面跑 因为这毕竟是小朋友玩的地方 因为我们也都可以在沙坑里面看到 有一些狗大便 那这个就是大家都要发挥功德性 其实任何的危险的物品 会刺伤的人埋在沙堆里 小朋友在游戏之中 无形中被刺伤 或者是很不道德 也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们社会是不是要加强的 来做一个维护 以及学校的一个学生的一个教育圈导 让小朋友知道公共危险 就是大家自己的乐趣 也会伤害到别人 好在这起事件只是学童恶作剧 闯获学生已经由家长带回管教 而沙坑目前暂时封闭 将等到进行安全检查完毕 才会重新开放 记者黄壮明就有报导 启动仪式中 巨大礼物盒出现白鸽与爱心大气球 市长谢国良跟文化观光局长江廷梅 与多位贵宾 一起参加这场青发战争 140周年系列活动 除了呼应爱与和平的主题 也透过音乐艺术等主题 进行台发双方的交流 吸引许多民众到场感受异国风情 市长谢国良说 基隆的港口文化 也有很多值得向法国借进之处 那我个人觉得我们的港口文化 跟很多这个未来在发展城市观光 有山有海的一个特色 有很多这个值得跟法国学习的地方 像法国Provence那边 包括Kantz Nies 还有Santo Bay 那个几个地方 其实都让我们在基隆的城市治理上 有的很多的灵感 包括我这一次在这个必杀鱼港的 这个游艇码头的招商 透过都市设计的改变 增加了数千坪的这个饮食 零售观光的空间 就是来自于很多吸取南法 跟游艇相关的一个观光经验 所融合出来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认为基隆未来 这个如果要更在地 要更国际 我想跟法国结盟 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我想基隆一直都在 变得更美 更好 更好玩 更有爱 也欢迎大家都邀请 我们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 都来基隆玩 但是重点就是 来玩一定要消费 不能空手来玩 知道吗 谢谢大家 谢谢 在基隆市文化观光局的 用心策划下 各项主题活动 让民众仿佛置身巴黎街头 可说是一场精彩的 台发文化体验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会有带壳 所以他要先放 汆烫过的小卷 放在锅子里煎出 两面都呈现金黄色 再用番茄 洋葱 香菜 制成开胃的凉拌菜 一起包进墨西哥饼皮里 这一道简单的夏季开胃菜 墨西哥偷抽卷饼 就大功告成 金融区域会 处于教室里 学生们专心聆听 这一堂十余课程 透抽大虾是主角 只见大虾 大伙分工合作 替今天的午餐 亲手做料理 政府在推鱼池文化这一块 其实他们可以多多办 这种活动 这样子亲子 除了去认识 台湾的一些美景以外 然后对于这种料理 尤其是海鲜的话 大家的接受度会比较高 小黄瓜穿堂之后 再将大白虾煮熟捞起 去壳之后将苹果杏仁花生粉 包进大福卷皮粥 学员们超级用心 这道鲜虾大福卷 成了夏天餐前的开胃菜 是洋葱啊 蔬菜啊 然后可能会用一些 鳳梨啊 苹果啊 小黄瓜都是 然后包含我们最主要的主角 就是我们的后抽 那我们是以这个为主軸 那里面要换成小卷啊 换成其他当季的海鲜 当然都是可以的 那只要是配得上 可以有办法去入菜 我们都很可以大家 欢迎大家去尝试这样子 金融渔会举办了渔村小旅行 所安排民众走访八斗子渔港 认识渔港的前世今生 中午在渔会处理教室 让职人代理民众 手作渔港施房料理 只见家长带着孩子 玩得不亦乐乎 就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 然后了解一下在地的文化 那又可以一起组织的非常开心 更了解的话 因为我先生有渔船 所以会更对这边当地的细节 会更清楚 而且有故事 而且第一次看到那个打兵的 对啊 我们之前都是去别的渔港打兵 然后第一次亲眼看到 真的很特别 比较特别就是说 我不知道八斗子渔港 居然是一个这么大的渔港 那有的时候会经过这边 但是也很少有机会走进来渔港这个地方 今天早上先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渔港走毒 是先带大家了解说 我们现在八斗子渔港的设施啊 还有我们一些渔船的运作 还有船型我们捕捞的方式 那接下来是到我们渔会的教室去做料理 主要是让民众认识我们跟渔业有关 那也认识我们基隆本港的食材 那要怎么回到家之后 可以使用这些食材去做料理 渔村小旅行 带领民众走访渔村景点 还有职人手把手传授厨艺 让民众认识渔港文化 也传承了渔村的特色料理 记者 黄少鸣金融报导 10月13号 我们不同意半年 其实县市长最重要的任务 除了守住市民的财产之外 我们还要创造最大的经济利益 以及要提高民众的生活品质 那在这几项之间 真的非常不容易取得平衡 那我在这边也要对谢国梁市长 所带领的基隆市政府的公务人员 要给予最高的敬意 我觉得他们真的都非常的棒 非常的认真 那这次当中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市长现在都也非常的 在许多的事情上 也能够进行的非常顺利 那我们知道 这些状况都非常的 最近 大家看到很多的 县市长的伙伴们 大家都已经共同的 来感觉到 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其实 要来提罢免 真的有一点不公平 真的有点不公平 对于一个 为市民守护财产的县市首长来说 我们也希望 基隆市民 应该 要认为 我们有一个 守护自己财产的市长 是非常的 宝贵的 也希望我们的基隆市民 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件事情 那当然在今天 我们也在圣母面前 希望台东跟基隆 有更多的合作 台东县长 为市民守护财产 因此特别来力挺 市长谢国良也表示 市府用心各项市政陆续展现成果 将向台东学习 努力把基隆打造成一个好玩 舒适又温暖的城市 非常感谢我们庆龄县长 在他县政困忙之际 在礼拜天 这个最重要的周末 有很多地方活动的日子 特别拨控到基隆 来帮国良加油打气 我们庆龄县长 真的在观光旅游方面 有很多很多 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但是基隆也有在进步 我要跟大家报告 事后我会补充新闻稿给大家 我们基隆市 除了昨天跟最近大家所 广为人知的 我们的这个AR的这个恐龙 非常的出名 已经变成北台湾 现在最热的景点以外 我们有一些硬指标 包括行人方面的一些硬指标 最近数据也刚刚出来 我们在这个每十万人的这个 伤亡率 我们其实在台湾的本岛内 我们是跟台北市一样 是定列第一跟第二 最低的数字 所以表示因为国良去年初开始 就在推动行人友善的相关的工作 那我们也认为说一个城市 因为基隆比较狭小 路也比较窄 所以行人走路的空间非常多 所以呢这个数据是最近才出来的 交通署我们事后会补上 所以我们基隆在各方面的一些指标 我们都有努力变得更好 然后也继续的在不断的在各个领域方面都改进当中 那这个公共运输也是我们最重视的 所以因此我们也在未来两年间 会把所有的大型的公车 一共全部一百二十几台 在议会的支持之下 要来把它改成全部是电动低体盘全新的公车 光是明年度 我们就编了超过四亿五千多万的预算 然后要来改善我们的公车品质 所以在各方各面我们都期待把基隆要跟台东来学习 变成一个又好玩又舒适又温暖的地方 那我还是很想去 等10月13号玩我去玩一下 再请庆龄县长带我去走走看看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台东县长饶庆龄和市长谢国良 与在场的贵宾也一起喊口号 呼吁市民相亲在10月13号星期天 踊跃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依许接盘龙门 虎门 还有千诗香 象征英哥里福德宫是地方信仰中心外 也是民众寻求心灵慰藉的场所 主币公保佑大家一切平安顺利 在历经一年多的整修后重新启用 吸引众多地方乡亲齐聚祝贺 它至今已经将近快40年了 在这40年当中 得了很多的信仲大德的一个福祉 让我们这些相处非常鼎盛 那在期间呢 因为庙宇年久失去 有一点需要维修 所以我们在去年开始整整一年半的时间 得到重信大德的一个福祉的一个捐献 去年的三月我们开始动工 今年的八月完成 选定今天来庆典这个 那因为我也是这边的信徒 所以很高兴今天能够看到 我们这座英哥里福德宫都整修完毕 然后很多的信徒又过来 然后刚好也借着今天的庆典 发放给我们弱势的团体 然后这个功德来替我们福德宫来做到 感觉非常的高兴 结合公益活动 将善的力量传递下去 立委林佩霞在致辞时 也带来地方交通的后休息 那未来佩霞在今年也会尽全力 去督促我们这个交通部 针对捷运到七楼 然后再绕过国安路 到长庚医院的这个计划 这可行性评估 佩霞也会尽全力 去督促交通部 尽快把这可行性评估做出来 福德坑的重新启用 除了标示一座信仰中心的复苏外 更整线社区团结和关怀的力量 为英格里注入了新活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把政治 heard in 投资 表明 结尊辞 赛部分 别人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权害只有赛 做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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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的主曲 导演自由奋 你是否厌倦了大都市的喧香与污染 渴望一个小而美的城市生活呢 每类基隆影片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七届了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32万元以上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记录属于基隆赴美学的干净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我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都先离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从中国来移民到我们台湾 然后创业超过20年 其实非常诚恳实在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馈社会 然后照顾我们的一些弱势民众 其实在疫情的期间 其实我跟他们有一起在共同参与 非常感动 确实把我们在台湾精神发挥得非常好 也很谢谢他们这样的长期的 对我们的支持 基隆有宝物猎人 艺术家找寻的宝石在哪里啊 原自台湾的古老染色艺术 究竟是什么呢 基隆位节目将用镜头 带领观众实地走访 体验基隆的味道 民国111年10月中旬 豪大雨造成七土区东新街 北极公一带的边坡滑动 道路产生巨大裂缝 将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整治工作依旧没有动静 虽然在前立委蔡世英 和现任立委王振旭 接续争取下 中央水保署虽然愿意 出钱四到五百万元整治 不过土地所有权能 国产署以及市政府相关单位 包括七土区公所产发处 却都各自依法 没有接手整治工程的意愿 让积极奔波关心的市议员曾宜方 非常担心再有灾害发生 怎么办 你这个摊放在这边 它会越来越下线 那你如果不去 其实人家走路走路去的时候 其实也是危险 所以以人民的安全为第一的话 我相信这 其实行政作业上都 都是小事 不然以后如果真的 民众在那边跌倒 到底算谁呢 他们要给钱 但是没有人去执行 那不算谁了 而目前又面临经费保留 即将在最晚明年三月份到期的问题 因此在立委王正旭服务处主任林明志主持 包括市议员曾宜方以及议长童子威等人参加下 在七土区公所召开最后一次协调会后 决定采用市政府民政处的建议 交由中央和地方首长协调解决 我在想啊 如果没有 比我们更高层级要解决问题的时候 再开三次会大概也没办法解决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正式的提案 甚至于我们可以书面 提供给我们这个 所谓的国有财安局跟金融市 被判委面的一个正式提案 那跟长官的看法可能 我讲比较具体一点 国有财安局如果说市长说 那我们金融办事处来办啊 那如果市长说 我们市政府来办啊 那问题不就解决它吗 对于这种结果 让参加会议的议长同志卫很感慨 大家都有法律的责任 所以这都要非常小心 现在新闻事件大家都很明白 大家都盖了章都要承担责任 可是我刚刚听了说 如果都双方的首长 只要一方说可以 我们来做 他就可以做 那他有什么法律问题 所以新闻事件 比方现在重大新闻 谁说的算 什么事情都要到首长到决定去 可是这新闻出去以后 民众能观感是什么 今天新闻出去以后 民众对我们正常的观感是什么 他谁管中 他什么单位 他不曉得很地方 什么时候帮我解决问题 他不会管说 这是中央的单位 还是地方 他不懂 那他也不知道说 民意代表很用力在争取 委员办公室 从财西办到王政区 从生意办公室当议员 办到他已经当议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瓷季青少年篮球家族联谊会 简称瓷篮 设置的目的是为了 建油篮球技术训练 利用基隆山工的场地 作为训练的地方 培养青少年及儿童关怀社会 和尊重生命等瓷季推广的人文精神 希望达到寓教娱乐 树得兼修的成效 瓷季基隆共修处特地举办 瓷篮成立十周年感恩活动 我们的慈兰的slogan 爱心团结服务 团结我们这全队的人爱心 家族老的小的 一起来付出行动 来爱护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这种氛围 然后小孩能够在当中 在慈兰当中能够有受益 能够学习能够成长 然后今天看到他们的分享 都觉得蛮感动 圣兼此季融董的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特地邀请市长谢国良出席参加 加入实际所有的 概念我们的 培养我们的 刚才师兄讲的 一个爱心 团结 服务的心 都已经结束下去 还有包含我们的人文教育 市长谢国良 除了肯定基隆山工篮球队 为笑 为世 争光的荣誉 以及实际 推广人文精神 和篮球运动的努力之外 也带来基隆市政府 努力推广篮球运动的好消息 为了到鼓励三级球节 我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们大概在两三个月前 也由中华民国篮球协会 正式通过成立 基隆将会接放 申请SEL半职业篮球赛 第五个台湾的主场球队 这是值得庆祝的 我们给自己的感受 也就是说 基隆未来也会有一个 半职业的篮球队 当然我希望有一天 T1 P-Link 还有SBL 如果三个能够合并为 一个大篮球联盟 那这个是台湾篮球最棒的好消息 此季基隆共修处感谢市长谢国良 专程出席慈兰十周年的感恩活动 为慈兰加油打气 也强调慈兰将秉持爱心 团结服务的理念 发挥运动员耐力和毅力的精神 持之以恒 弱势在家庭生活中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3 爱你 画面上是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会议 在基隆长龙桂冠酒店举办 教育部常务次长林滕娇 跟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出席现场 欢迎来自全国各县市的家庭教育工作者 与专家学者进行交流 期许透过经验分享与政策的探讨 来提升家庭教育的功能 让孩子都能在家庭中健康快乐的长大 这两天身心各位到基隆 绝对是值得的 周深教育我们很重视 我们觉得家庭教育也是一样的 刚才我们的同仁还告诉我 我们办了近千场的活动 更重要的是 我们还做了一个Podcast 基隆好家园 我觉得Podcast是一个新潮流 怎么样适应现在的新潮流 让更多人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是我们在学习的 我们基隆很努力 当然也谢谢中央的长官 大家都知道现在环境变化太快了 网络化少子化 每一个学生的每一个小孩的自我化 如果在家庭教育当中 我们扮演很好的角色 是我们要努力做到的 那刚刚邱夫市长问我说 为什么会特别选基隆来办 我就跟他回答说 因为基隆市的中生交易 家庭交易办得非常好 大家说对不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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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是这个中生交易 家庭交易办得非常好 那个会议的这个手臂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 不管是从修法 或者是今天这个中生计划 相关的这个推动 都是要由 各县市政府 地方可以做话 一起来搭配 一起来推动这个家庭的交易 一个相关的工作 所以特别利用今天的工作会议 也代表我们政府长 谢谢我们各县市政府 各位的家庭交易的 各位工作的伙伴 大家在平均工作的业心 一起为我们孩子 打造一个社会安全网 的一个友善安全的一个环境 教育部方面相当感谢 基隆市政府的用心安排 让关心家庭教育的产观学各界 能在两天的课程中 充分进行研讨和交流 期许中央和地方攜手 共同研溢出更前瞻的政策方向 让家庭教育工作 能做得更好更完善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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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profit on the concepts 政府各單位正在推動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動或是社會福利措施嗎 關心市政做回來節目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定美洲山晚上9點 基隆第四頻道關心市政做回來 侯帶引觀眾實地走走體驗基隆的味道 社長 你被擋住了 好 我來把它翻開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會擔心像剛剛的許願一樣 想要進出的時候 結果都被盆栽都擋住了嗎 我們7月1號開始 有一個盆栽整潔的專案 我們將會用綠腳鴨 來代替行人需要進空的空間 讓您可以有一個更舒適 更安全的行人空間 請一起享用我們的綠腳鴨 來代替我們的盆栽 盆栽擺放藥 不妨礙交通 不滋生蚊蟲 不製造髒亂 為了我們的乾淨家園 我們的盆栽要整潔哦 我們的盆栽要整潔哦